駕駛艙就是我們的海洋事業學院 培養航海人及人才 我們中的這個海洋的這個課艙的部分 就是樂國學院 後面甲板 甲板你看什麼 遊客很多的啊 休閒啊 創意設計學院 他說我的三個學院 課程設計是這樣 一條龍的設計 我們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走的不是一般的休閒觀光 這個校長也說服我 他也說服我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特色 我們目前的技術教育 就是要走向跟產業結合 其實台灣四面黃海 真的我們的郵輪產業 我們的遊艇產業是可以發展出來的 那我們需要這樣的人才 今天我們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負責這樣的人才培育 跟我們的業界去做結合 我想這就符合我們的技術教育發展的方向 所以我把當時就說 真的我們唐校長非常非常的認真 來為我們學校的未來的發展 要真的要殺出一條血路啦 這已經今天了 現在整個少子的話 學校唯有特色 才有辦法生存 所以今天除了來祝賀我們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這樣的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 我想也要帶來一些期許 也要帶來一些期許 未來真的在我們整個 技術教育人才的培育上 我們希望學校可以跟業界跟實務的 這樣的一個課程 能夠更緊密的結合 搭配我們學校這樣的一個環境上 我想結合我們的現有科技特色 讓我們的學生真的畢業及就業 那我想只要能夠保證畢業及就業 我想我們在這裡的爸爸媽媽 我們現在要來送的這個學校好不好 當然媽媽 所以大家就要來做這個媽媽 大家來支持這間學校 那也要期盼我們董事長 還是要持續的支持我們這個學校 資源還是要持續的投入喔 好 那是不是來大家做見證 來見證 我們董事長一定也是持續的來協助這個學校 讓這個學校真的成為我們 私立科大的一個標竿 標竿學習 那在這邊真的再次的祝福我們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校院昌隆 也祝福我們各位歸賓身體健康 大家一路平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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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衷心感謝我們楊運貴 楊運師長景異身智 律異身遠 始終來不得祝福與勉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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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e 鄭